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各位好 我是Herry 那我們今天沒有要介紹遊戲 那我們這一集的內容就如同標題一樣 我們要打造最便宜的VR電腦 那如果你是考慮要買VR的人應該要來看看這部影片 那如果你是沒有要買VR的人 那更應該來看看這部影片 我絕對可以打破大家認為VR就是貴的這個音像 那麼為了要達到最低的價格 所以我們所有的零件都使用二手的零件 那來源就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 露天或是蝦皮的拍賣網站 那首先是CPU的部分呢 Viol它的官網建議是intel的i4590 或是nmd的fx8350 或是效能相等或更佳的CPU 那所以我用3DMark上面的CPU排行 那以i54590做一個基準 那分別往上跟往下挑了10顆 然後由於這一次我們的測試是昨天為主 所以我把筆電跟K版的CPU抽掉 那留下來的是這13顆 那再來就是主機版的搭配 它官網雖然說需求只有寫到USB2 但它的小黑盒它給的線是USB3的線 所以主機版的選擇基準我就以有U3為主 那這邊的價格基本上都是參考拍賣網站 然後得最低價 然後大概再往上抬個一兩百 或是湊一個整數這樣 那我們fx系列搭配的是A78 那A78它有分有U3跟沒U3版本 所以挑的時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intel三代的CPU搭配的是B75 雖然HDL1它也有出U3版本 不過它U3版本其實就比B75的價格高出許多 那麼比較特殊的就是i73820這一顆 它要搭配的是X79 那我大概去刷了一下拍賣 其實2000多塊就有X79 那只不過2000多到4000多的這個價位 都是對岸的板子 那在資安方面可能有些人會比較顧慮 那麼非對岸的品牌 那我大概就刷一下 就只有挑到華碩跟華晴 那最低也要6000 所以這邊的價格我用顏色去稍微標一下 那四代的CPU搭配的就是H81 然後六代的是搭配H110的第三版 那最後呢就挑選價格最低的i5-3470 配上B75 那價格的話是1250加上700塊 那顯卡的部分呢 Viol它的官網也有建議顯卡的部分 那麼我也是以這邊作為第一個基準 那也一樣上3DMark的網站 用顯卡效能比分這個頁面 從下往上挑 那額外一提的是 它官網雖然有寫到GDX780Ti跟RX570 但我去NV跟AMD的官網 這兩張都沒有在雙方的VR Ready的認證裡 所以這兩張這次我們就不在我們的選擇範圍內 那我刷完之後 價格最低的是RX480 那不過我最後選的是GDX970 那這邊的話 我絕對不會說我是個NV控 AMD什麼的 稀稀稅吧 其實是我手邊剛好有一張970 是我一個朋友他前些日升級電腦都換下來 放在我這邊我幫他戰獸的 那因為要算花費的關係 所以我還是去拍賣上面刷一下970的價格 那有刷到一張2800 那就當做這次的顯卡部分的花費 那其實我其實蠻想要去試試看2300塊的RX570 但... 好那記憶體的部分呢 官方最低是寫到4G 那我這邊會直接挑一片8G 因為其實4G的話 你在進系統你關掉虛擬記憶體之後 其實光是系統大概就吃掉3G多了 那在跑遊戲基本上是不夠用的 好那價格的話 我刷到最便宜的是900塊 那硬碟的部分呢 我這邊會直接用SSD 那二手的最便宜一顆500塊就有了 那其實現在新的掉價也掉的滿兇 大概六七百塊也是會有一顆新的 那這邊就知道看 大家怎麼做取捨 那Power的話我這邊有一顆迅凱的G450 也是上次那位升級顯卡朋友一起升級 放在我這邊代售的 那不過為了算錢 所以我還是得去拍賣刷一顆便宜的450 那380塊就有了 那機殼的話就是看個人要怎麼去做挑選 因為其實現在機殼心得1000出頭 大概就可以挑到還不錯的 那我這邊就抓個中間值就算個500塊 那螢幕的部分呢 就算直接沿用原本電腦的螢幕 所以就不算在花費裡面 所以總花費是CPU1250塊 主機板700塊 記憶體900塊 顯示卡2800塊 SSD500塊 Power380塊 那再加上機殼的500塊 總共是 7030塊 早前還可以順便買兩杯泡沫綠茶咧 今天的和尼克金 V2205塊 Lv3205塊 5百度 再加上機殼的 1,2,2,2,3 1,2,2,3 1,2,3,3,4 那型,V2,3,3,4,4 那是 1,2,3,3 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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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4,4,3,5,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那結束了組裝之後 我們就要進到實機驗證的部分 那Viol工廠它提供的測試軟體呢 它i5370這一顆它是屬於亮晃燈 那我用了另外一個測試 就是在Steam上面的SteamVR Performance Test 那它這個軟體是免費提供的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下台來測一下 那測的結果其實我有點在出乎意料之外 因為它在下面兩項就是 地獄90fps的幀數跟受CPU限制的幀數 這兩樣都是0 好那結尾的部分呢 我就大概開了我平常會玩到的幾個遊戲 來當作測試看會不會有lag的部分造成 就算了 就算了 我們來看會不會有更多的地方 就算了 我們來看會不會有更多的地方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Herry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